全台十大富人区出炉 竹北人年薪149万全台算最多 全台十大富人行政区放榜了 房仲业者根据财政部公布所得税缴交资料 统计出全台十大富人行政区 前三名就有两个在新竹 分别为第一名的新竹县竹北市 平均所得149.5万元 第二名的新竹市东区141.2万元 北市大安区只落到第三 平均所得138.7万元 平均所得的高低是观察区域房市现况的指标之一 建设题材及就业机会多寡 都会影响房市的运作 新竹能够难夸平均所得前两名 主要是夹带产业力多 社会台原科技园区 新竹科学园区的庞大就业动能 吸引工程师 科技高阶主管就近居住 也溢注购物需求 更是拉台所得水准 加上限制重划区域及高铁特区的 生活技能发展已真成熟 房市交易热度也随之增温 成为十大行政区中交易量次高 仅次于台北市的中山区 值得一提的是 主北市近一年房市交易量超过1600件 数量仅次台北中山区 可见居民不仅财力富裕 还喜欢制产 但房价平均每平33.1万元 仅排名第七 反观北市大安区每平均价96.9万元 成为全台房价最高的行政区 意味着富人多的地区 房价位比更高 两者没有一定的关联性 新竹几深平均所得前两名前政区 确实与产业必多 持习科技业人士资产有关 这些人的薪资水平较高 势必拉抬所得君子 如今面对国内供料价格持续墊高 加上新竹失去数力稀少 成本势必反应在售价 例如高铁特区的预售案 每瓶开价已达 每瓶40-60万元 成交均价35-50万元 连新竹蛋白区也出现跟障 房价冲高已经是无可避免的 平均所得第二名的新竹东区 属于新竹早期发展区域 同样社会科学园区 易住就业人口 人口正成长替房市增添彩火 今年交易乐区 位于官浦重化区旧市区 至于平均的购物建物面积56.4平 更是入榜的行政区中 购物评数是最大的 反观台北市入榜的7区 评数普遍低于40平 显见新竹富人比起台北富豪 更多偏好大一点的房子 第三名的台北 北市属于全台镇金区 大安区更是超级淡黄区 会及交通生活技能等优势 并有机身富豪行政区 尤其区域内医老公寓 华夏产品有大宗 凭借地段 机能优势 近期政府积极推动独坑案 更是提供房价动能 这是全台镇金资源 最丰沛的台北 能囊括7个行政区的主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